现在是换模具 先把前面的两颗螺丝 紧固螺丝给松开 这两颗紧固螺丝松开 然后侧面 用专用的一个工具 拧进去 然后在这边的轻轻敲一下 这边一拉 这边就拉出来了 小心烫手松开螺丝 烫手烫手烫手 已经粘上去了 这块板提前已经粘上去了 这是其他的板 然后也是像天明条一样 拧好就行了 这竖着 要不然看 手机 停好以后 像抽屉一样推进去 然后锁紧前面的两颗螺丝 就OK了 好 你不找找那个 待会找那个 先装上去 对 先把那个薄片 那个图案的那块板 粘到 粘到那块 这个方形的那个铁块上 连接板 锁紧了 然后把这个工具抽出来 OK了 然后 把它转那个是吧 再把后边的转一下 然后 我们来到后面 来到后面 把后面的 现在要把它给转到下线位 转一圈 转转转 然后看着 这边同时看着底下 就让底下接触到 让底下把它 明板压下去 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 回到前面 看一下这个 偏心的 偏心孔现在在上面 表示 烫印头在下线位 然后 再调 适当调整一下 观察 观察下面 观察 烫印位置 然后还有 压的深浅 然后进行这个前后啊 左右啊 这些调整 这点工具 特关键 这点 如果 如果模入高的话 你有开机的话 就电机打坏了 你就收一下 这个非得用手动 这啊 这这个换完模具 一定要这样调一下 否则 如果压的太 不调的话 模具太靠下 新装的模具 这个高度太高 往下一砸吧 电机就会很容易坏了 那些手 那些手动 转着过去 转着过去 有效的 现在是往 现在是向下 对 现在下不动了 下不动了 把它回 回一圈 对 现在刚才 往右拧的时候 是往下 是往下 然后刚才 下不动了以后 下不动以后 说明已经压到下面了 然后再往回 回一圈 是吧 回一圈 再把这个 稍微锁 锁一下 然后 观察一下 回一圈 就是为了保护 是吧 再先暂时回一圈 待会 过一会 再微调 然后 现在 然后压下去以后呢 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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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给 转回来 回到后面 转 转回来 轻松的转一圈 回来 开机 开机 开机以后呢 像这个 缠绕 这个磨带的 一个缠法 就是看 这个也能调节 它张力 是吧 缠法不一样 张力不一样 上次的磨带窄 现在磨带宽 上次那个 上次的磨带窄 现在这个磨带 比较宽 这两个 两个 两个 左右两个定位 之间的 距离太窄了 所以要调宽一点 val卦 分一样 我 四个 四个 三个 四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二个 三个 四个 然后进入调试模式 手动 工位二烫印 工位二烫印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还没压上 然后再往下降一点 再烫印一下 往前走一下磨带 再烫一下 再轻轻降一点 再烫 要一点一点的往下试探